大家好 这节课开始我们要学习ES7 也就是ES2016新的语法知识 其实ES7这个版本引入的新特性并不多 它只有两个新的语法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一下在ES7当中 也用了哪些新的语法 首先我们会讲到一个数组的扩展 在ES7当中数组也用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Binclutes 大家看我的PPT 我这本写的是Array.Prototype.Inclutes 是不是说明当前Inclutes这样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实力方法 而不是静态方法 对吧 相信大家都会看了 其实Inclutes这个方法 我们在ES6的速度扩展率解课 我们简单的提到过 但其实这个方法是在ES7这个版本 才被正式的纳入标准的 那这解课我们再来详细的学习一下 Inclutes这个方法的作用 以及它和IndexOf之间都有什么差别 并且在什么场景下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例子吧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是第三章的第一个例子 Igess 我先进来 三个一 OK 首先我们应该去定义一个数组 因为Inclutes的作用是用来检查 数组里面是否包含某一个值的 我们看 比如说我定义数组的AR 然后呢 里面有几个值 比如说包括ES6 ES7 和ES8 OK 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array点 因为刚才我们介绍过 Inclutes这个方法 是属于数组的实力方法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 arr是不相当于数组的一个实力化对象 所以实力化对象 第二方法 Inclutes 大家看 比如说我想检查一下 数组里面是否包括ES7 这样一个字符串 大家看代码第二行 数据它是一个处 所以说Inclutes这个方法 它返回的是一个不二行的值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不二行的值 它表示 判断数组里面是否包含某一个值 如果包含呢 就返回数 如果不包含呢 就返回false 那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再输出一个 我看它是否包含ES9 包含吗 不包含 所以说会返回一个false 所以其实它的用法很简单 大家看 我把这个 写在上面 这是它的基本用法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会用了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 其实Inclutes 它后面的参数 一共包括两个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 表示的是当前要搜索的那一个值 第二个参数 表示的是要搜索开始的一个索引 那什么是搜索的开始索引呢 我们再举例子 大家看啊 我这边还说出 比如说 我还想判断一下 AR-Inclutes 是否包括ES7 但是注意 我这时候再传递一个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1 大家看 它其实还会返回一个处 为什么这样啊 这个1表示的是 我要从数组索引哪一个位置 开始查找 那1是哪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索引是0的位置 这是不是索引是1的位置 相当于是 我要从索引为1的位置 往后去找 那你说能不能找ES7 很显然能找到 那我们再看 比如说我复制一个 我现在想从下标为2的这个位置去找 2是哪 0 1 2 2是不是ES8开始找 那你说能找到ES7吗 肯定找不到 所以说这个地方会返回一个false OK 所以说其实 当我们想查找一个数据里面 是否包括某个元素的时候 如果我们知道当前那个元素 一个大概的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往后去找 这样的话 查询的效率 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这其实就是第二个参数作用 然后大家再看 其实第二个参数 还可以传一个负数 我先复制一遍 大家看 比方说 我传递一个负1 什么叫负1呢 相当于是我从后面 第几个索引开始去找 大家看 索引从后面开始数的时候 直接从负1开始数 相当于是下标为负1的 那指的是不是 从后面数的倒数第一个 但是从这边开始往后面去找 注意它不会往前面去找 是往后面去找 那你说能找到ES7吗 肯定找不到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已经返回一个false OK 大家再想 比如说我传一个负2 是不是倒数第二个 这个ES8是倒数第一个 ES7是倒数第二个 那我从倒数第二个开始往后去找 那你说能不能找到它 很显然可以找到 对不对 最后就是返回一个处 这个就是ES7当中引入的 运通路词 这个方法的作用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要搜索的值 第二个参数指的是 要搜索的开始的那一个索引 OK 如果是传入的正数呢 那就从前面开始索引开始 往后面去找 如果传入的是复数 那就从后面的索引开始 然后呢 找到那一个值 再往后去找 懂了吗 然后呢 我们去比较一下 我们在之前的预法当中 学过的一个数据下面的 实际化方法 它也是用来检测 数据里面是否包括某一个值的 叫做indexOf 比如说我们当前输出 我们array.indexOf 当前的ES7 大家看它返回什么值 它返回的值是不是1 因为indexOf返回的 是不是当前 那个元素 所在的那样一个位置 或者我们的下标也好 所有也好 对吧 在数据里面 ES7的下标是不是 这边是0 这个是1 所以说返回一个1 大家再看 我如果把它这样写呢 比如说 我们知道 indexOf 去判断一个数据里面 某一个值的时候 如果这个值不存在 那么它就返回一个 负1 对吧 所以大家看 如果我直接判断 它是否等于负1 大家看第11行 是不是输出一个处 所以我们发现 如果当我这样写的话 它的作用 其实跟indexOf是一样的 对不对 OK 这都是基本用法 然后呢 我把这些 我先给它 注释掉 然后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现在又定一个 相对还讲 比较复杂的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我的目标数据里面 可能不仅是一个 每一项都是字幕串了 它呢 可能里面 还包括某一个数据 大家注意 我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像那些数据里面 的第二个元素 又是一个数据 这时候 比较复杂了一些 我当前呢 输出 我想输出 AR.inclose 是否包括 当前这样一个元素 大家看哦 我们前面检查的时候 检查的是不是都是 基本数据类型 但是当前我检查 是不是一个数据 数据在ES里面 是不是叫做 引诱数据类型 对吧 那大家觉得 即使会返回 true还是false呢 我们看结果 你发现 它会返回一个 false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 比如说当前 我用一下index of 我我要大写 保存 答案第15号 你返回一个 负1 是不是说明 当前 intose的时候 它是找不到 这样一个 负大数据类型的 当然 我们用index of的时候 是不是也找不到 最大注意 当前我们学的 这两个方法 都是用于判断 数据里面 是否包括 某一个值的 但是 它只能够判断 基本数据类型 不能够判断 这样的引用数据类型 然后 这两个方法之间 还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 还是复制一下 比如说 我们的数据里面 还有一个 比较测数据值 叫做 NAN 这个叫做 NOTNUMBER 不是个数 对吧 然后 这时候 我们再输出一下 点 引用构次 我们想判断一下 当前这里面 是否包括 NAN 大注意 NAN是一个值 它不能加野号 加野号就变成个 字不串 对不对 保存 这时候你发现 它返回一个处 因为 引用构次 是可以检测 数据里面 是否包括 NAN的 那我们再看 如果当前 我们检测 AR.indexoff NAN 这时候 其实它们返回一个 负1 因为 indexoff 不能检测 NAN 是否存在 这个其实 也是他们的区别 那我再几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 我这里面 还有一个 2 注意 我这个2 如果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 NAN 是否存在 这时候 我们来检测一下 AR.inclusive 比如说 是否包括2 这很显然会返回处 对吧 但是大家再看 如果我把2 加一个引号 你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个 force 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当前 我用indexoff 看一下 这个字符串的2 在这里面 是否存在 应该返回一个 负1 通过这个例子 其实我想说明的是 当前 inlose也好 或者indexoff也好 它去检测 数度里面 值的时候 相当于是 严格去检查 相当于是 我们判断里面的 三个等号 它不仅判断 值是否相当 还会判断 类型是否相当 OK 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项目当中 应该什么时候 去使用inlose 什么时候 应该使用indexoff呢 刚才我们讲了 它们区别 比如说 如果当前 你的目标数度里面 具有Nan这个值 那么我们想检测 是否存在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只能用 inlose 因为indexoff 不能检测到 Nan是否存在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如果比如说 我们想检测某个值 是否存在于数足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只关心说 这个值是否存在 并不关心这个存在的位置 那么我们直接 inlose 是不是就可以 它直接就返回一个 不耳性的值 对吧 另外呢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值 在数足里面 出现的那样一个 所以 或者叫下标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 indexoff 因为indexoff 会返回当前这个值 出现的一个 所以 如果不包括呢 就返回 负1 这些呢 就是我们讲的 ES7的新的扩展 我们学习的是 数足的一个扩展方法 叫做inlose 它的作用是用于判断 数足里面 是否包括某一个值的 它后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 是否包括那样一个值 对吧 要搜索的一个值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 要搜索的 开始呢 一个swing 然后呢 我们详细对比了 inlose和indexoff 它们的区别 相信大家 应该可以在 合适的时候 选择合适的方法 去使用了 那关于ES7的 数足的扩展方法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 我们前一刻再见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